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剧照上看就能知道剧情有多么吸引人 杨子这几年在电视剧圈作品都很不错 演技过关 路人员比较好 还是有一定的待剧能力 而与之搭档的吴亦凡是头一次出演电视剧 看起来态度也比较慎重 而且从预告来看 他俩还是演出了CP感 好于预期 最重要的是现在古装剧上新困难 各大位是一年能播的 也不过一两部 更多的古装剧只能网播 比如张子怡的《上阳副》 影后首部电视剧可也被压了两年多 只能优酷播出 所以对比之下青三型能上新就显得更有竞争力 毕竟抬往双波 覆盖面更广 相信同期也少有同类型竞争对手 收视率更有利 真正上新播出的话已经是极好的机遇了 就看杨子 吴亦凡的演技能不能把握住角色 也希望剧本扎实有逻辑 不要助水 杨子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很忘服体制 跟他合作的几位男演员纷纷大火 想必跟吴亦凡互相扶持 两人一定都会更上一层楼的 在和杨子合作的这些男演员中 李献是最受欢迎的一位 两人合作完之后私下交情也很高 平时也会留言互动 粉丝们心细不已 相信大多数网友都看过 《亲爱的热爱的》这部电视剧吧 这部电视剧是根据莫保飞保的小说 《蜜之顿鱿鱼改编的》 是杨子主演和李献主演的 其中杨子在剧中扮演的是高智商的童年 他在15岁就考上了大学 并且他的网易云 凭借尤晓鱼的身份收获了很多粉丝 而李献扮演的是韩商言 韩商言是一个不敬女色的俱乐部队长 两个人在剧中扮演情侣的角色 其实在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的 有时是靠自己的机遇 而李献就是凭着这部剧 在娱乐圈中大火的 在这部剧播出之后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也是到处流传着李献的视频 使得李献越来越火热了 在娱乐圈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 收获了大批量的粉丝 很多人其实是通过 《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 才认识的李献 其实李献出道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在播出《亲爱的热爱的》这部电视剧时 有人说其实韩商言这个角色 一开始李献并不是首选 原来她是韩商言的首选 但是当期被排满放弃 意外捧红了现在的李献 因为这部作品的爆红 李献被更多的人熟知 也算是因为这部作品达到了一个巅峰 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很大 看过她的人纷纷表示 李献就是他们的线男友 可见大家对她的喜爱程度 这部作品能够大火 杨子的功劳其实很大 本来李献并不想出演这个角色 他认为自己跟韩商言的形象差很多 言不出霸道总裁的感觉 但是耐不住杨子的软磨硬泡 才接受了这个角色 将这部作品完成得这么完美 第一人选本来是杨阳 熟知杨阳的大多是在微微一笑 狠青城里吧 在这部作品中 她饰演的角色跟韩商言很接近 也因此导演想让她出演这个角色 可是当时杨阳的全职高手也要播出 类型相同的情况下很难选择 所以剧演了这部作品 对于这件事情网友们有自己的解释 纷纷表示还好是李献 让这些年不看电视剧 更加不看这种傻白甜偶像剧的我 都天天坐等更新 喜欢李献纯天然纯爷们 一点都不娘 喜欢杨子演技真好 傻白甜演得超可爱 原著各种细节描写都被她演了出来 演得活灵活现的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李献的肯定 李献能有现在的成就 跟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她磨练自己的演技 为大家塑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值得大家喜欢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市 敬请关注哦 好 感谢观看